Layu聊四季天氣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先來看一下藍方式選擇的馬來 馬來的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升級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大象也是遊戲影片 造價最便宜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大象沒有這個品種 也沒有馬侃 所以他的大象防禦跟血量都是最弱的 所以會比較建議 點向金瑞毛相夫之後 再去做使用會比較適合一點 馬來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跟弓兵的開局 步兵的部分還有免費的步兵鎧甲會自動升級 弓兵的話也有強弩拇指環 所以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總體而已 馬來雖然是綜合性文明 也不用到說全能性 但他的升級來說是非常快速的 升級快速 但是往往可以讓他拿到一些科技上的優勢 或是時代上的優勢 這個東西可以讓他打出一些良好的戰術出來 接下來看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前期的採礦地 還有這個伐木場啊模仿啊 都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前期就可以省下150木頭 然後讓他可以產出更多的農田 甚至這個經濟科技可以早點補下 這個能力讓日本人前期經濟還算不錯 那後期的日本人主要是打這個強奴 還有這個日本武士步兵系 那騎兵系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馬卡 那會比較不推薦使用 但也可以出少量的弱馬 去搭配用也是可以的 那日本的步兵呢 也是遊戲裡面攻擊速度最快的物文明 攻擊速度有增加33%加成 哇靠這個 趕路差點失敗 還好拉了一隻村民過來射一下 這樣打馬就可以重新趕吃了 哇這個是高手 居然還可以這樣趕 雖然這個是蠻常見的一個打法 但這個要做到其實並不容易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那地圖的部分呢 後方日本人有一塊金礦 左邊有一撮石頭 下一方有果子 那地圖上看起來還算可以 因為總是有三片木區 而且黃金在後面還蠻關鍵的 那右邊的話也有木區 後面有石頭 那比較慘的是他兩塊附金都在前面 所以這樣地圖的重點是你到了中後期 你不要趕快來中間插城堡 控住兩塊金礦 才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整體來說也有60分 因為金礦在後方 好那來看一下馬來這邊 馬來這邊更舒服了 果子黃金都在後面 雖然是有在前面還好 而且他也有三片木區了 這個至少有80分以上 因為黃金還在左邊 這個附近 來說看起來是不差的 而且要小微的話 資源量也是非常少 不需要花太多資源了 就會微完正面了 好 那目前來看到兩邊 封建實在會怎麼打吧 好 看到這邊下了一個軍營 還有一個房子 這裡再補了一個 木牆 幫他補 來不及 好有 這裡有補個木牆 好 那日本這邊已經打出了 三棒棒開局 三棒棒 配上 裝甲步兵的轉折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的互打 喔這邊直接拉一隻 一隻村民反打的回去 那日本這邊的棒棒出門方式 是比較早的 是沒有先點下封建時代 而是一有750木頭 馬上就要按出三隻民兵 然後在後續補下 封建時代升級的流程 所以他的時代上升級來說 會比馬來慢了一點 而且馬來本來就會升級比較快 好 那馬來這邊應對方式 是先按幾隻槍兵 稍微給日本這邊一點壓力 因為民兵這時候只有四攻而已喔 槍兵是有三攻 所以整體上來說 是沒有太輸給民兵的 那民兵這邊一定要 升到中甲步兵喔 甚至封建 style 才有可能打得贏這個 應該說完全優勢 打得贏這個 長槍兵 好 好 這有 一個射箭場 還是用這個槍兵去 跟對方的民兵做個互打 但是這個民兵快被解掉了 日本這邊可能不會升裝甲了 因為這邊升裝甲的意義喔 其實就不太大了 因為你的血量已經被消磨掉了太多 而且對方的攻兵已經出來了 不如把這140食物省下來喔 去點一龍一木 然後趕快補下雙射箭場 然後點下一級射 去做這個毛兵或工兵的開局 會更好一點 這邊之後有機會拿下嗎 哎呀 還是拿掉了一村 沒想到手殺 居然是馬來這邊拿下來 好 那看到這邊毛兵繼續補了過來 先射掉下這隻工兵 馬來這邊補了一個兵工場 先頂下一級射 工兵對決 一級射是最重要的 好 左上高地防守 好 高打低傷害非常的高 好 後面的毛兵也繼續補 那日本這邊喔 就可以趕快撒農田了 有一農一木 經濟其實蠻不錯的 好 那目前看到村民差距是35吋打31吋 這個村民差距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多 可能是因為馬來這邊升級吧 太快的關係 所以讓他可以產更多村民出來 這個就是馬來的經濟優勢吧 升級一塊 本來馬來在阿拉伯來說 基本上是0經濟優勢 可是他在海戰來說 他的優勢還蠻大的 三倍漁王 但阿拉伯來說升級一塊 村民就按得快 這也算是一種經濟優勢吧 好 那目前看到工兵喔 現在撞到這兩隻毛兵有點虧了 好 直接過來 好 旁邊再打一下 這邊稍微小微 本來這邊開始轉出了更多的毛兵 要鎖住家裡 好 這邊可以先點一個城堡時代升級 中間補下了一個市集 好 好 馬就原補了 一上城堡時代 也可以打這個大象或是騎士喔 都是一個選擇 但是現在馬就該不好 先轉個戰毛兵也OK 日本這邊升時代雖然賣了一點 但不一定賣太多 一分半還可以接受 而且現在是自己有軍事上的壓力 所以繼續給對手蓋這個馬就的壓力是很好 好 好 那日本這邊已經點下了一級的馬卡 唉唷 這邊馬來居然是出大象嗎 大象 確實現在打這一坨毛兵喔 可以給到很大的壓力 先按個一兩隻吧 好 這群毛兵第一時間是先升戰毛 哇 戰毛看到大象傻眼 真的撤了 唉唷 好痛 這群毛的數量太多了 打這個大象 很有感 果然大象沒有防禦 吃到弓箭 傷害喔 還是有點痛 好 解掉這隻大象 毛兵去拖延時間 家裡趕快開下3TC開農 這邊是先雙TC 然後先補一個修道院 日本這邊打算要來前壓 投石車 這個修道院可能蓋不起來喔 哇 這個毛兵太多了 這裡補個工程器招手 對 這個不補的話 這個要打到天荒地牢了 這個戰毛兵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解掉 好 大象去爭取一下時間 找個機會把修道院蓋起來 好 這面大象自低 不錯 看到城堡師在兩邊互打 猴子車掌個一發 躲掉 騎士來得及收到城鎮中心裡 沒有問題 回頭 目前又有村民術領先非常多 64村打47村 日本這邊村民術相當落後 還沒有補下城鎮中心 待會要補城鎮中心的話 可能也可以考慮補一下前面喔 雖然會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要補自己家裡的牧區喔 這個地方之類的 但是這個地方好像有點慘 好 果然補在了前方 好 那馬來另外一個城鎮中心補在了家裡 OK 3TC正常喔 那馬來如果現在要抵抗對方這個組合 出少量的僧侶 配上頭車 還有戰毛兵 應該就可以擋下來了 好 那如果真的衝進來的話 可以再補一個大象喔 在裡面巡弱 也是可以的 好 這裡把他左邊圍死 好 投車複雜 不錯 低打高就能打贏了 再來一發 哇 來不及換掉 可惜了 再雜了一發 沒雜到 來 一隻村民來修理 好危險 好 右邊的騎士 差點衝了進來 但還好又堵了一個口 好 這個老頭可以考慮拿回家 把他防下 OK 這時候馬勒 蓋了一個城堡 在中間的位置 老頭沒有控好 完蛋 沒有遭到騎士 把他自己送掉了 這個城堡有點神命在蓋喔 損失了一些村民 哇 又被砸了一發 這個城堡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數量阿 被殺了九村 才蓋好這棟城堡 好 這邊本來想要衝進去 結果馬上補了一個木門 反應相當迅速 哇 這不愧是有 這個反應超快阿 好 那補完這個木門之後 待會就可以考慮 撒更多農田 因為他這邊木頭有點爆掉了 至少這邊可以守住了 所以防止滴一滴喔 這裡撒更多農田出來 可能會好一點 不然他現在露一點太爆炸了 蛤 不是肉 木頭 好 馬來這邊轉出了步兵的升級 復衛技術跟一擊攻 然後才拿出這個爪刀勇士 爪刀勇士數量要夠多 而且攻擊力要先升好 會比較有用一點 畢竟他的防禦力本身有跟沒有一樣 血量太少 只有30滴而已 先升攻擊力反而比較重要一點 不是 他本來就有免費的防禦力 我在說什麼 他也不用升防禦阿 想想越想越不對勁 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好 趕快用爪刀勇士去抓掉這邊的戰毛兵 這邊後面單位有點多喔 硬吃的話會全部損失掉 但也無所謂 反正價格便宜 好 馬來這時候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看來沒有一些槍兵的話 擋不住正面騎士的傷害 好 少量用戰毛在日本家裡 露露小小 戰毛在中間的位置 OK 山洞均勻 轉槍兵 好 終於該好了 趕快收村 哇 這裡很多騎士已經在農田裡面亂砍了 戰毛兵也衝了進來 現在家裡四處著火 走 爪到一模式 還沒有成型之前 真的是有點難用啊 好 頭收過來 哇 又找到一把 後面三隻老頭 應招 應該可以招到三隻騎士 沒有問題 好 再把一隻騎士招了回去 繼續招 啊 再把招強掉的騎士 運用招了回去 但是還是變成 日本 啊 馬來這邊的 又變回馬來的騎士了 這不是他的騎士 這不是日本的騎士 OK 抓到龍師 終於解掉這一波的戰毛 跟老頭的後面的騷擾 但是時代上來說 已經稍微一點落後了 日本已經點下了帝王十代 3T西開龍 村民數從87村 對上99村 村民差距約為12村而已 而且這邊一直有少量兵喔 再繼續 靠近了一點 村民數差距約為10村而已 好 那日本這邊就可以開始 慢慢續出日本武士 那日本武士 打爪到龍師喔 我記得好像 快要一刀砍死吧 不過有精銳的話 還是要兩刀啊 一刀砍兩刀的樣子 兩刀是肯定的 但我記得好像 可以打到一刀欸 攻擊力全身 然後一刀砍下去 直接爆血 等下就知道 到底 日本武士 砍爪到 會有多強 好 這裡本來想要 抵木牆出去解戰毛兵 結果這邊有爪到過來 不敢抵 好 正面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長槍兵都已經出來了 好 日本這邊囤了一些日本武士 好 正面部分 有點危險 這個可能會被打破 日本武士走在農田地方 等著抓到武士衝進來 讓他摸一下 日本武士 哇 沒有摸到 好 騎士先上前 解掉了戰毛兵 本來這邊看要不要再轉一些 弓箭手之類的 因為已經看到日本武士的情況下 轉一些弓兵 對他來說正面的壓力會小一點 而且騷擾有一定的壓制力 但日本這邊已經轉出戰毛 所以馬來這邊也在思考 要不要轉工兵 不過轉工兵的話 要待會對方轉戰毛 也可以很輕鬆的解掉 好 這邊置第一個日本武士 上前衝鋒 砍掉老頭 日本武士過來 摸個一刀 好 還沒有到一刀一隻 還沒精銳 攻擊力也沒升 好 巨型頭司機大戰已經開打 這邊是四巨頭 日本這邊 拉圖來修的時間點慢了一點 日本在慢慢升級裝甲的部分 好 看到老頭直接被逼碎 哇 還是被著想到了 好 這邊可能想要上前 拆巨型頭司機 左邊這個應該可以拆得掉 在馬來這邊的城堡已經掉了 日本這邊可以考慮直接 武士衝鋒 有沒有打算 上去衝了一波 馬來這邊是完全打不贏日本武士的 哇 兩刀一隻 好痛 哇 又解掉了頭司車 這邊四台巨型頭司機 五台 六台 哇 五台攻擊速度太快了吧 他還沒有點下精灌吧 點下精灌可能會再更快一點 哇 日本的 巨型頭司機喔 攻擊速度是很快的 好 這邊敲掉 現在馬來這邊的想法是打算用老頭 配上火炮 先暫時擋下日本武士的正面攻擊 然後後面也是轉出了一些奴兵的升級了 強弩也補下 這時候日本點下日本精銳武士 巨型頭司機 差的速度很快 直接半血 再一發 哇 瞬間砸掉 連修隊來不及 日本這邊的巨型頭司機傷害力非常的高 那村民處兩邊其實差不多了 但馬來這邊轉攻兵 需要一點時間 能不能有更多的射箭場呢 三射箭場帶出 這邊用老頭直接應招 但是大量日本武士直接貼了上來 只招到了幾隻單位而已 老頭要全部棄手 沒有繼續追 哇 直接被剁光 老頭全部送光 火炮出來一劫 臨死以前再打個一炮 哎呀 沒中 可惜了 雖然中了好像也不會爆 好 接下來日本武士到處亂串 到處都有日本武士在走來走去 好 這邊高地補了一個城堡 巨型頭司機繼續往前拆 馬來這邊前進有點慘 日本武士衝到農田 再砍個一波 好 強弩洞出來了 而且有化學的強弩兵 強弩就稍微能解日本武士了 日本武士現在攻擊力還沒有滿 好 點下了金冠技術 彈射器 點完之後巨型頭司機攻擊速度會增加 加快都更速度 好 上環也是砍爆了一堆挖黃金的村民 馬來這邊村民處已經下降只到了106村 強弩出來的時間 他有點為死一晚了 感覺成型還不太夠 至少大概20隻左右的數量 才會減得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這種龐大的數量 日本人是很容易一波衝鋒 帶掉馬來所有的城鎮中心的 好 馬來這邊確實沒有城鎮中心了 哇 左邊也沒有地方逃 很多的日本武士直接衝了上來 對此村民就是大爆砍 沙姆來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 好 村民直接往右跑 但是往右跑的這個路徑 太多日本武士在追趕子當中 可能跑不太掉 好 這時候再往右偷偷把這個村民給射掉 不然村民蓋起來 救命的地方可以存活了 但是馬來這邊這一波看起來是一波倒了 更多日本武士走得過來 55隻日本武士 哇 這個一波打倒 很關鍵啊 看起來日本的玩法要困大量的巨型投石機 然後配上大量的日本武士 打爆全部的城堡 然後正面無限衝鋒 也不用管對方沒有攻兵 看來這個效果是蠻不錯的 好 馬來在這個高地守住最後的防線 好 繼續進攻 日本武士並沒有往全部上前 可是拉了一部分進行衝鋒 好 但有點在下水一角 這一坨的日本武士 數量開始變少 火炮這邊做到了一些事情 拆掉了兩個巨型投石機 這個城堡居然被了守下來 好 又拉了一些村民 想要到右邊來 蓋這個城堡 結果被馬來圍了起來 無論差距村民差距圍 約為一倍 好 看來這個 夢想的事件不去了 哇 聰明沒有機會蓋起來 當然日本這邊損失太多 日本武士要再續個一波 需要再一點時間 這邊強奴並沒有打算要轉戰毛兵嗎 好 拆角城中心 村民宿已經剩下72村 日本在裡補了非常多的馬舟 直接轉馬 應該要轉騎士了是不是 錢太多 去挖對手的黃金 太殘忍了 OK 強奴出來之後有點難打 好 再衝一次啊 哇 日本武士吃到箭矢傷還是太痛 26隻的強奴很難解了 好 這裡直接怒轉騎士 平總補一下 跑速也補了 死馬就 好 馬來覺得自己還有希望 慢慢把自己的農田給補了起來 這邊有一根箭塔 開始來挖黃金 好 這邊轉的是輕騎兵 而不是重裝騎士 日本武士守在這個高地 但是自己的巨頭可能要被拆掉 快跑 好 正面補了一個城堡 下方稍微可以守住 四十隻強奴 下午就來看 這些強奴能不能扛住 輕騎兵加日本武士的 正面衝鋒了 好 先拆除下方這根快要蓋火的城堡 巨型頭司機也慢慢產出來 補下了二攻 怎麼發現自己沒有補 那馬來現在還要打 現在這個局面 感覺是 體不妙的 唉唷 果然沒有三級馬鎧 被承認中心事好痛啊 好 補了一些槍兵 擋一下 肉馬 好 日本武士 再次走到了左邊 想要再次進攻 好 巨型頭司機 又要再架了起來 來 廟拆 城鎧中心 完了 又沒有家可以住了 火炮也追得過來 快退 日本要衝了嗎 好 三級射補下 三攻也補了 日本是被轉出奴炮 這把到底在玩什麼 我有點看不太懂了 轉奴炮 你要確定耶 輪家有火炮耶 火炮隨便打個一發 奴炮在攻擊的路途中 就被拆掉了 打奴炮 很有想法 好 火炮終於可以拆掉這根箭塔 下龍奴就可以把黃金給奪回來 馬來這邊的黃金 就還有救喔 這塊黃金挖完 還有機會可以繼續出黃金兵 這個黃金要是再拿下來 日本可能會被翻盤喔 是不是有點玩過頭啦 直接出戰毛兵 打回去 就搞定的事情 轉出肉馬 然後還打不太回去 好 這邊終於要衝鋒了 正面日本武士上前 還是肉馬第一時間被槍母給戳掉 日本武士上前 砍個一波 有三攻之後打槍母傷害非常的高 這邊槍母數量只剩下17隻 地上都是大量的弓箭手的屍體 後方火炮也過來想要救一下 但日本的直線衝鋒實在是太強大 砍掉了非常多的槍母的血量 OK 這裡有點潰不成軍 車馬過來解一下 這邊拖到黃金村民還有牆母 馬來這一波公司被解掉 直接打出了GG 沒有看到奴炮出來有點可惜 重型奴炮都產出來了 當然果然喔 用大量的日本武士加肉馬 直接上去包個衣服就搞定了 好 那右邊這邊也是被拆掉了 哇靠這個左右開攻打得很漂亮 右邊有大量的肉馬 配上這個巨型頭司機 拆掉了右邊的城堡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日本這邊拿下所有的勝率 這也不意外 最近經濟差距已經差了一倍 然後五個勝物也都拿下了 機器來說沒有太大問題 那日本這邊是很早點輪軸 右這邊是比較晚點 那因為右這邊是被攻擊的那一方 輪軸技術會忘記補 或是比較慢點也是正常 所以也不算是說非常嚴重的失誤 算是蠻合理的 那後面還補了一個手推車 也OK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